先是参加歌手 华晨宇的独特气质和超强现场收割一波迷魅 好评无数人气爆棚 然后是继续在明日之子 第二季里做盛世魔音赛道的场排新推官 场上的真性情和对选手的认真态度 不仅帮助选手冲光明日之子 更是加深了粉丝对他的好印象 再度圈粉 今年的华晨宇确实不太一般 不仅火而且有点忙 接连的综艺曝光 让他没有因此慢下来停止创作 刚刚发布的新歌《寒压少年》 变作这么花花一直在音乐中追求进步 而本周六日 他更是自去年北京五颗松之后再次开唱 与之前不同的 这一次还是登顶鸟巢 一唱就是两场 引发粉丝全民追捧 抢上热度高举榜首 演唱会门票分分钟受庆 同时 华晨宇也成了第一个 在鸟巢开演唱会的90后歌手 而信属他在音乐上和种种突破 你会觉得华晨宇确实配得上 在鸟巢开唱的90后歌手 第一人这样的称号 他的牛叉 大家有目共睹 彩花横移的创作奇才 你服不服 翻看华晨宇演唱过的歌曲 你会发现一个很难得的点 如此会唱的歌手 竟然创作能力也同样值得称道 他的才华横移 像是与生俱来一般 从参加快乐男生时评 接一首首好听的原创 包括《无字歌》这样令人窒息的曲目夺光 花晨宇便注定会成为歌坛最不容小事的力量 而之后的五年 他除了展现令人惊艳的唱功舞台表现力以外 还创作出太多让人叫好的歌曲 《七天我管你》一类寻 智商二五零 他的曲仿佛是他骨子里衍生出来的一般 与他的唱结合的天衣无缝 即便是今年写给莫文伟的半生源 也保留了华晨宇高度的歌人风格 值得一提的 最近写给电视剧《斗破苍穹》的主题曲 《寒压少年》 华晨宇的创作也是让人觉得耀眼 寒压少年初闯江湖生而无畏 保持着他创作的高度独立性 旋律格外稀老 单从歌曲的整体构架 来看形式感和艺术表现能力 华晨宇的曲完全让本身不出色的甜词 都变得让人形象起来 中硬摇滚的散碎感 用枪节奏堆砌再层层推进 歌曲看起来恶化了声音的爆发力 但在稳定度上又增设了张力与继绿 充满戏剧色彩 让人忍不住想循环 说他是才华横溢的创作奇才 没人不服 为舞台而生的90后歌坛新秀 他配不配抛出这个话题的契机 是因为我听过两次华晨宇的现场 唯一想到的一个词就是震撼 无美硬气 灯光大手笔 孵化到精致用心 应援到位 所有外部应条件都颇为用心 这也是的 在内部条件 既华晨宇本身的超强娃能力下 都成了增色天香的存在 与来往林俊杰一样 华晨宇亦完全配得上所有褒奖 去年的北京五颗松我就见证了可以排进 我年度最喜欢演唱会前三的现场live 华晨宇用一场是听觉惊艳的盛宴 给现场所有人带去了难以复制的记忆 不管是《曼歌烟火》里的尘埃 微光 还受我管理 差不多先生 亦或者改编我的滑板鞋2016 Dear Friend 华晨宇把每一首歌都唱出 我新生代潮流 下别致的音乐审美与表达方式 为舞台而生的90后新秀 是他无疑吧 人格魅力圈粉的新生代天王正在路上 说了表层 就要说一些音乐之外的 华晨宇同时也是一个极具人格魅力的歌手 不管是他作为导师 作为拳手 还是作为朋友 他的专业与技智 他的体现与周到 他的善良与温柔 都让他的人格魅力逐渐散发出来 吸引到更多人 这些让他慢慢走在上游 往更优质 更有责任感的音乐人身份过渡 我们大可相信 华晨宇注定会成为一个综合能力出众 歌唱戏能到位 又人格魅力 圈粉无数的新生代天王 他的未来注定会越来越好 而在鸟巢的演唱会 必定会成为无数人心中那份醉恒酒的感动 这一段时间就会变成为一个综合能力出众人身份过温柔 谢谢观看